然后让自家队员能给对面打出很多输出 刚才这波团是因为瑞文没大招 瑞文如果有大的话 瑞文大招是想抢那个小龙 他觉得小龙可能快死了 对着小龙那边是刮了一下 这波如果说瑞文大招留着刚才打团的话 真的没准 没准 好 这样一波的话 现在是相差一千多 还是双方一个军事 我虽然可以从这个监听耳机里面听到智欢的声音 你忽略他就好了 好的 这杰斯开心了 杰斯现在摩踪加上明朗鞋 要抓 抓不到 这个一人心态也没有异道石子 这样这波应该是没机会杀 那边的话给我们要换的是暴团 开始推对方的中一塔 好 这边开始中路抱团 发挥出这个阵容 在这个时间段该有的一个强势的效果 Poke比较凶 然后女警点塔比较强 还是挺疼的 虽然说杰斯一再被虚弱 但是他的Poke能力还是有的 就是终极这段时间 而另一边的话 请女要死了 请女闪现 没有死过一个大招 闪现是躲掉了杰斯的那一发致命减色Q 这个QE的准度跟我有一片 没有视野 没有视野的情况下 真的 我上次在那个游戏公园内部赛里 就这样把置换打死了 有视野的 不要把这种事情说出来 应该是没有视野的 没有视野 忙QE一下 这发预判给的点赞 我觉得还是有点运气成分 那么来自游戏蜂蜂论坛的 集联赛互动贴 83楼的影子说 游戏纷纭 加油 拿下LE基地才能保住小组第三 这个同学是什么评论 应该就是这么一说 然后其实博彩那边默默的点 真的吗 大家都是这样子的吗 我看他们这边一直没事暂停一下 我觉得应该不是机器上的问题 应该还是设置上 或者是比如说 我突然想起了以前的WE 就是打一段时间暂停一下讨论一下 那应该还不至于 这些年轻选手毕竟不是像你看的那些 比如说羽毛球比赛的那个擦汗流 擦汗流 擦汗流 或者说那个球刺了 就是球有问题流 那个毛好像不太齐 对就是从那个球筒里面拿出来 第一个羽毛球打了一拍子 然后对方拿了这一分 然后他就哎 这个球有问题 我得换一换 这羽毛好像不太好看 现在总体来讲 这波杀了一个辅助 但是这个二塔 比赛应该恢复了 开始了 这个二塔不知道能不能带掉 因为他们这边四人抱团 想一想刚才那波四维五 在小龙那附近打 打得还是有点累的 EVA给到一个大招 刮了一下雪亮 这边是不是要反打 又是一波暂停 又暂停 太激烈了 这次应该是 GameFi的中单小龙这边 猪小龙 可能是跳拼了 是应该是屏幕